那現在我就讀一下大班的文章 大班怎麼寫呢 他說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已經不足一個月 美國國民亦已開始投票了 投票人數已經超過一千四百萬人 經過第一輪辯論後 我跟他們的說法 特朗普突然宣稱感染新冠病毒 就是我們會叫武漢肺炎 甚至有些激進的東西 特朗普會叫中國病毒 大班就寫新冠病毒 三天後有戲劇性地 康復出院 說真的 你用新冠病毒來形容 大家都應該猜到他的立場 重新白宮 正常工作 你要記住 他的康復和正常 是有開引號生引號 就是表示暗算句 你是不是真的康復 是不是那些醫生拿來包庇你 我都說白宮醫生都拿了證明 喂 特朗普很多檢測都陰性 甚至說不會傳染到給人 雖然你唯一可以質疑的就是 那些報告上面沒有日期 我怎知道是不是最近早 表面上擺出戰性病毒 有開引號強人姿態 實質閃情嚴重 特朗普不得拼鳥老命 固棄如勇 企圖力幻狂藍 事實上第一輪辯論後 拜登與特朗普的支持度 明顯被拉遠鳥相差約17% 其實現在這些都大約10-11% 我不知道大約17%的距離 那個資料來源就在哪裏 主要的原因 並非拜登在政策主張和辯論上 有什麼優秀突出的地方 其實我都說拜登當日辯論有兩下根據 就串這個特朗普 就這個人這個人 就說你在復活之前 就會是 這些疫情就會消失 這個人就說過跳白水 打下去身體就沒事 這兩個就串得好認 但是大班看法就不同了 他說是特朗普一直刻意醜化和索造拜登 衰老、口吃、癡呆和黑眼粉的印象 完全被打破 讓拜登技術性擊倒他 當然我就說特朗普是虧在 未能夠好像外界與其 技術性一面倒擊敗拜登 所以出現了這個落差 那你說是不是拜登技術性擊倒特朗普 拜登自己去分析 其實我都說特朗普一抽二 都有不少同情分 那麼兩人的辯論 被美國輿論普遍評為史上最粗 因為雙方尤其是特朗普不斷插嘴打勸對方 跌聲嚴重 猶如撲虎馬加競爭 是有不少那些知識分子是這樣認為的 連經驗老到的主持華來士也控制不了場面 不過當然他沒有寫到大班 華來士是怎樣編幫拜登 是不是 如果寫就不該寫得都狠少少 當然他沒有寫到華來士 又編幫拜登 都猜到他的立場 那麼兩人的說話內容佛善可塵 那麼 這個是不是佛善可塵呢 我覺得特朗普就著中國問題去攻擊拜登 拜登就算稅務問題和環保問題攻擊特朗普 這兩方面雙方表現都不算差 因為又被指控佛事可塵 那麼卻意外地證明 原來年紀老闆的拜登 並非老闆港 一樣與年紀有不輕的特朗普 懂得插嘴反純傷害 這個是的 一數公眾監信他暴力履行總統 職責的負面凝罪 這個有程度上都可以這樣說 拜登變才絕不出色 對特朗普攻擊他力而止 涉嫌受他中國根本不懂還擊 這個是合理的評述我都是這樣寫的 沒有指出特朗普當前後 其女兒女婿其實也在中國大陸得益不小不相信下 這件事其實之前的左膠都攻擊過 我都提過 但是後來都證實 原來拜登的女兒和女婿在中國的生意 在2017年之後 是逐步逐步減少了不少 是遷移去其他地方 那這件事當然左膠就不會講 只會選擇性披露一些對拜登有利的資料 選擇性披露一些對特朗普不利的資料 那麼他就說 特朗普最大筆卻是暴露了他輸打贏要的本性 完全無視民主選舉制度 根本違反民主公義的核心價值 特朗普一直仰言自己必勝 如果落敗一定是選舉舞弊 而舞弊的根源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今屆選舉 游递投票需要由三千萬激增至八千萬 所以一旦落敗會拒絕承認選舉結果 不肯和平移交權力 首先特朗普沒有拒絕過 但是特朗普都沒有承諾過一定會承認選舉結果 那這件事的確是被人成為話題去批評他 甚至你說游递投票 你說公平還是不公平 特朗普都提出他方面的證據 那有些人就覺得證據不足 那好了 第一班就繼續寫了 有低投票制度行之經燃有效 只是今次選舉數量大爭而矣 作為執政政權 喜可輕然自己轄下的由政當局舞弊 特朗普在辯論上不肯承諾一定會尊重民主選舉結果 和平移交權力 令人擔憂會觸發民間武裝衝突出現內戰 出現內戰 你問我機會就比較微一點 你說如果好像今天在三藩市 那些人投訴cheater 然後那些人 那些親極權的支持者 隨便打人 那這些事就會出現 不過當然最近的是BLM事件 多了一些搶掠 燒車燒店 的確在這兩三個月 是多了美國人 屯槍 買槍 拿著槍旁邊 我怎知道我鋪頭會不會突然間受到攻擊 受到無妄之災 你示威還是示威 你無理由燒我家鋪 我都要保護自己 反而這件事會出現槍械的攻擊 機會更加之大 那好了 那 事實上你說會出現內戰 我自己覺得大班都 有點誇張 舉了判斷 事實上至於這個BLM運動 因為警察受害黑人而犯以來 大行其道 種族衝突進美國已持續訴訊 社會種族和街頭矛盾不斷激化 雙方都武裝起來 衝突暴力一觸即發 特朗普鼓動白人民主義的言行肯定會火上加油 這樣某程度也是 但是他也是選擇要強硬鎮壓那些暴力行為 某程度上也是不少美國人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在辯論上拒絕顯得體制上 長期存在的白人優越主義 迫摩擦黑人 中一部暴露他反民主 反公義反人權的本質 首先大班你知不知道 在特朗普統治之下 黑人的就業率是史上最高 黑人的失業率是史上最低 怎樣握索黑人呢 第二 特朗普在辯論上是說 我會譴責那些敵端白人主義 只要他使用暴力 甚至問拜登和主持華來士 你想我譴責哪個團體 然後後來特朗普就反問你們 那那些暴力團體 你們仍要我譴責 是問你質疑為何這些左膠雙重標準 而並非特朗普拒絕譴責 特朗普就說即使是白人優越主義 只要他行事暴力他都會譴責 這個東西是兩個概念 不要混亂事件 然後大班就寫了 令人遺憾有諷刺的事 當時撇開特朗普個人的道德品格低劣不提 當時他在總統辯論上 表露無為的反民主反公義的言論 已經不值得信奉民主自由 普世大席的人支持 以不值辣格可能使他連任失敗的根本原因 可是一傳媒黎智英和一種KOL 除了少數個別人之外 已經連一面倒 慢撐特朗普 那我想問 如果特朗普是反民主反公義 他的言論自然受到大家批評 在制度上他有沒有不容許大家 不可以再投票 他在制度上有沒有改變了一些措施 令到民主的保障受到減少 在新聞自由 他會批評你Fat News 但繼續那些主流媒體可以一面倒屌實特朗普 那他怎樣破壞了這個民主自由呢 另外 你說那些人慢撐他 好了 那你就住拜登的醜聞 他這國珊珊和克里家族 是收取一些極權政府打手 那些獨裁商人的資金 最大量的資金 那你們又怎樣看呢 這些有沒有破壞到民主自由價值呢 還有 你說這個特朗普打壓種族 那現在 那些示威他沒有不給你的 只不過是不可以暴力這樣解 好了 大班這樣寫報讀有偶 中美兩大傳媒大坑黎智英與梅度 都是萬燦的侵粉 吹捧特朗普不為餘力 那首先 你問我自己 特朗普不對我就屌 特朗普對或者做得好 我之前講出來 大家看那麼久最討論都會 但是你說黎智英、萬燦、特朗普是侵粉 首先蘋果日報都被很多人屌 他裏面的內容 就是招得那些美國反特朗普的主流媒體 拿來拿去都什麼 拿藥時報、維家郵報、CNN這樣 你說黎智英、萬燦、特朗普 我就是十萬個不同意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支持 特朗普大班就歐了 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什麼道德 是因為這個狂人 對付那些專制政府 他不跟個案的規矩 還有很多政策 他是承諾了 在選舉的時候 承諾之後是趕得出做得道 由貿易戰、由科技戰、間諜戰 去到現在 就是和你全方位 和你北京政府困國 是令到很多反專權、反中共的人士 是大賺特賺 當然也有一些人 是反對譬錶、梁體制、大班這樣 但他們不是盲撐 他們有原因的 在不同的時候 這些也是很多民主支持者的想法 所以為什麼你大班知道 我們不是追求很多人 永遠都是 不是追求一個十全十理的領導 是看看你合不合理 好像中國大陸 很多人批評習近平 但是為什麼也有不少人支持習近平 他說在這樣的時候 受到美帝主義的打壓 受到美帝亡的之心不死 那當然就有習近平的人 要出現 好像毛澤東這樣強人的形勢 而特朗普都一樣 你大班不明白還是怎樣 他就說 蘋果的陶傑 和霍士的漢尼體 都屬於右翼名嘴 黑好版演雙鬼拍門角色 你說陶傑和霍士的 就是 看來有這個 就是大家打龍頭 我自己覺得太 太看得起陶傑了 加上 香港一眾向漢峰駛利 追逐社交媒體 課金的KOL 為頭取悅受眾 亦一窩蜂萬撐特朗普 結果出現 輿論在香港支持民主 在美國反對民主的畸形現象 首先 大班 在香港也有很多人支持BLM 其實沒有人反對美國人示威 反對美國人爭取平權民主 是沒有 香港沒有委託在美國要反對民主 它只不過就是BLM出來示威的原因 值不值得支持 那些人出來示威可以反對可以支持 他做的手法有沒有過火可以批評 就等於有些黃絲都說要和理非 像你大班不自身那樣 不要有暴力 何秀蘭 連立法會外燒著了垃圾桶 都要求示威者去道歉 甚至當入在旺角2016年初一 甚至民主派都會開記招國席 在上水光復踢到一個 媽媽的行李箱 嚇了小女孩 都說要報酬200分 不是在香港支持民主 在美國就是反對民主 是他們反對這場運動背後的原因 就這麼簡單 不是反對美國人爭取民主 你正大班你不要混咬試聽 我相信你不是低能 你故意混咬試聽 你分你不會分不清楚 什麼叫做反對民主 什麼叫做反對這場運動 是兩回事 不然我支持民主 我就要盲撐世界上任何一場示威活動 不是的 你大班你說盲撐特朗普 是你反特朗普就傻了 你勾斷了廢査 你正經看是廢査 有些支持那些民主派入立會 不緊要你可以支持 但你提出的言論 反而endorse了人大常委會 可以凌駕立法會 凌駕基本法 連旺角都笑 你還要以後你民主派 不要再說人大常委會會凌駕基本法 因為你自己都同意 講到這樣的委任立法會是有授權 是完全禮還折曲 結果是你這100%的觀眾 打進去都屌實你 你正經看是抵料 我都說你多次反民主 你憑什麼做這個民主民主 你勾斷殺 你大班 由當日你怎麼武力梁天啟 去到你支持的人入立會 無所謂 但你提出的事歪理 是三番四次死不服氣 死不認署 死都跟觀眾咬頸 人家說了理論 你依然執迷不悔 好了到現在 人家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你就不理 就為人家盲撐 是為了課金 我就是屌你老母 大班講課金 誰經常哭哭 說這100%沒錢 大家快點給我錢 你大班 你沒見過我們的頻道 或是星期二得道 會出來哭 大家快點給錢給我們 就是三天不是兩天 就叫大家課金 就錢了 眾籌 支持你自然會聽你呼籲 但你沒有資格 就說人家為了課金 而撐特朗普 因為你自己做的事都一樣 你自己有沒有收課金 你自己有沒有收這個捐款 你有的話就不要講那麼多話 就著課金方面 你收課金就為了民主自由 人家收課金就為了盲撐特朗普 為了取悅觀眾 你不是雙重雕中這樣嗎 鄭金漢 你真是混蛋都說這些 你不需要踩下其他網台 抬高自己 你用這個理論的理由去反駁那些 支持特朗普的人 就不是這樣 即是攻擊 即是類似人身攻擊 就是網台原來為錢為課金 喂 那你是不是很懶惰清高 你又不懶惰是嘛 大班 是不是啊 喂 譬如我聽這100 我覺得快必 講得好 我就捐款給這100 我支持傑司 我就捐款給這100 甚至那大班說得好 我支持你 但你不可以這樣說 去侮辱其他網台 說別人支持特朗普 是為了追逐課金 還有 KOL 和文化人混飯吃 以名利為重 毫不足怪 我都相信 如果你大班都不是為名利 因為如果你真的為名利 你不會這樣 一而再再而三 和香港的主流唱反調 和香港的民意唱反調 和香港的民意唱反調 這件事 但你自己不是這樣的人 你自己 不會因為民意的走向 而改變自己的立場 這件事我尊重 但你不要說到 別人名利為重 是混飯吃 真的 為何我說很多東西 和啤梨未必一樣 但我同意一件事 他就選擇走商業路線 因為不希望 要靠課金來生存 會讓那些影響到自己的立場 原公義 原公義 那 簡直一毛錢都不收 那怎麼辦 我自己覺得 連致命 進步 口口聲聲 民主自由 人權的人士 都口是心非 毫無民主理念 原來支持拜登就是民主 不支持特朗普 就叫做毫無民主理念 那你大班不要說民主 屌你老母 跟你不同意見就是反民主 跟你同意見就是民主 平時就說民粹 你這些就是民粹 大班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民主 就是你有權支持特朗普 我有權支持特朗普 你有權支持拜登 或者他也有權 兩個都不支持 這些叫做民主 叫做百花齊放 大家可以互相去爭論 就不會等於 喂 難道你支持拜登 我就說你不支持民主 嗎 不是的 大班 但你這些是霸道的 你這些 支持拜登才是代表民主 不支持拜登 就毫無民主理念 我屌你老母 現在一人一票可以投票 那可以投票選擇 我還不可以投票特朗普 那我投票特朗普 就是毫無民主理念 那我就說你拜登 很多醜聞 我還說你拜登 在俄羅斯 烏克蘭 甚至一些紅色團體 千絲萬有關係 那怎麼辦呢 低夠能的 B.L.M.黑人 民權運動 在國際上 是差不多 所有西方國家 民眾支持聲援的 反警暴運動 喂 很多人都屌實那些警暴 你知道嗎 那些就算不支持B.L.M.的 都一樣是支持反警暴 不准跪頸